哈囉大家好我是皮尔班 好久不見了各位來吧 喔這一次真的是要更新了啦 在11月27號5點就是等一下的5點到8點半進行維護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有延後啦 然後我先講一下今天要講什麼 除了他更新內容以外呢 還有我們的金卡也出來了 藍卡的能力呢也都有出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唄 他說我們的一拳超人要出活動時間是高達一個月 那詳細內容的話我們進去之後再看 然後呢一樣有一拳超人禮包 然後分成兩次 連動禮包第一期跟第二期都應該有包含就是活動的材料之類的 然後全新職業忍者 哇靠天啊有活動又有忍者 我覺得明天的那個早上會開很久 然後呢忍者又有養成禮包 所以說 哇靠會不會一口氣太多 然後刀鋒忍武活動上架忍者養成禮包 忍武活動是11月27號到12月11號 所以忍者的活動應該是兩個禮拜沒錯 然後忍者養成禮包也是兩個禮拜 然後呢感恩節的活動 不過最近可能像有被砍了對不對 東南亞已經是8%台服的話 之前算說是16%啦 但是後面有偷偷改過嘛對不對變成8% 好啦不管怎麼樣有比沒有好 就看他能力到底是什麼 難道說跟東南亞一樣嗎 如果跟東南亞一樣的話可能就再說 可是還是可以買啊 因為畢竟就是比平常要便宜嘛對不對 然後呢時間的話呢是一個禮拜 所以下一個禮拜11月27號到12月3號這段時間有三個活動要弄 感覺有點硬 可是忍者的話我覺得應該還好 忍者的活動應該就跟之前槍手一樣吧 可能就是你有跟忍者的職業幹嘛幹嘛 就可以幹嘛幹嘛之類的拿到一些東西 然後呢全新伺服器開啟 然後原本是要開新大區啦 現在變成集分大區對不對 然後還有心服回歸這個部分 原本想說去玩玩看 但是你要30天沒上線的帳號才可以 所以就算了 然後呢30萬買Car什麼意思 新伺服器爆彈索尼克創腳且達到45級之後 腳交問卷就可以抽未達45級會看不到 然後前300名完成 有點硬 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心服的話呢 這確實可以衝一下 沒有意外的話45級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如何耶 如果是早期的話第一天大概30級吧 然後兩三天一個禮拜那應該就過了 我有點忘記 然後現在等級又那麼高 現在又在救服新區的話 那個裝備會更高嘛 你可以怪物會打得更快 可能都是秒殺上去的 那這個可能就會很快 然後其他心服活動 就心服的部分 心服還會同步開啟MVP之王 心服養成心服牽到 好這個跟我們救服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跳過啦 然後呢其他版本福利 額外專屬禮包就是商城APK跟PC適配版 有專屬的儲值反例 有點類似兩倍儲值啦 然後專屬特別禮包上架 這到時候我們再來開箱一下 然後呢這邊有說 心傳跟巨影鄰金 這個東西應該就是影裝的部分 因為它下面有寫的嘛對不對 然後呢專屬禮包中的玻璃心傳跟巨影鄰金的時間是12月27號就一個月的限時 然後專屬禮包特別上架 這應該感覺就是 忍者的禮包一拳的禮包的加強版 特大包的版本 反正到時候開就知道了 這時候又有很多片子可以水 然後呢關於專屬儲值反例 到時候再來去看就知道了 然後手沖 手沖重置 真的假的 手沖重置的話 好那個再說 至少月卡的部分應該還是一樣 對那這個就 如果你本身有在儲值的話 還可以啊如果本身沒有在儲值的話 這就跟你沒有關係 然後新增影裝繼承功能 這應該就是跟那個東南亞服一樣了 就主要是看這個東西多貴啦 聽說這個東西超貴 欸很像 很像到1萬塊以上 然後而且不只那個水晶也貴到一個爆炸 然後新增加元系統室內玩法 之前是戶外嘛 雖然說我解得很慢 但我現在也解到4等還5等了 然後呢本次版本更新後呢 可以解鎖室內玩法室內小屋 可是就不知道這個室內是單純的給你擺放而已呢 還是有像其他遊戲的這種小屋的狀況一樣 就是會給你一些基礎能力的增加 有跟沒有都可以啦 對有的話可能平復差距就會變大 沒有的話呢就是變成真的是休閒玩法 都不錯 然後日常玩法優化 新增雜貨商店念屬性卷軸 哎呦這個不錯 如果你是玩念屬性的話 就因為你沒有念劍嘛對不對 我記得以前應該有才對 有念劍 甚至還有無屬性見識 我說無屬性見識不是 我記得之前人家有說過 然後觀眾有問 那我會回答 無屬性見識呢 我們原本是沒有見識就是無屬性見識對不對 應該還有一個見識是無屬性見識 然後會讓你的見識傷害變高 應該是有這個東西 電腦版 然後呢是遊戲性的問題 優化還要再優化 真的假的 特殊委託好像好久沒有出現了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優化好友篩選功能 升級家園時常降低 我就讓他變得快一點點 一開始應該先試玩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狀況 然後現在變應該Bug有修了吧 可能就讓他降低一下 然後修復多人通關戀慾 OK法師多段傷害過高時 飄自異常 應該是那個特效的部分而已 然後神槍手 調低 OK 然後商人沒有 商人三轉技能 欸跟我沒關係 掩飾無卡槽的問題 然後剋魔刀屬性轉換沒有跟我關係 騎乘多人做騎拍照時 無法回到正常視角 不免保母熊偶爾會壞掉 然後圈插 嘉年華立即前往 OK這也是沒有問題 好像基本上都還好 跟短攻列沒有任何的關係 然後再來是伺服性合併局 喔對啦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是大區跟大區合併 而且還是 是新大區合到舊大區 會舊大區合到新大區 反正這個我覺得蠻嚴重的 這個到時候再說 不過我覺得也是早晚的問題 嗯 就看官方怎麼處理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謂的金卡是什麼東西吧 他這一次有說 以前超人卡片 想看看42分鐘前 上篇公布的全系列藍卡 我們等一下再看藍卡 今天是金卡 金卡的話呢 有變身效果 只要湊齊兩張同系列的 卡片便可以變身 然後每個變身效果 都有不同的BUFF 而且變身效果是可以疊加 所以我可以 早晚大家合成再說 然後呢 除了連連動之後 還有更多金牌活動 好那個再等一下去看吧 然後我們的連動金卡 是我們的魂戰力的龍卷 這應該是變身吧 然後呢 披肩是咒PVP 啊PVP 減傷7.8% 然後最大生命值加3C 這個還不錯 然後投士的話呢 物理吸血魔法吸血 啊這兩個 有一點 好這個還不錯 但是要兩張卡片都有 才可以有變身效果 變身的話呢 是無限霸體 那就其實穿那個虎王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因為他說持續一分鐘 但是我CD要三分鐘 所以等於兩分鐘沒有霸體 那就也不算是無限霸體了 嗯那感覺香嘛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這應該是直接用吧 還是他要用又是一個技能 然後呢 如果是魂音速的索尼克 抗性定身加100% 取得音速索尼克變身技能 嗯 可是也是只有一分鐘 如果不是常駐的話 以金卡而言感覺有點虧耶 雖然說霸體的話 虎王會減20% 25%血量 但是我覺得相比這種不能常駐 減25%血量的代價好像比較香 然後他的能力呢 是PVP最終物傷減免HP加31% 然後是武器的話是夜卡 最終暴擊加15.5% 暴擊負傷加31% 好 都跟我們短攻略沒有任何的關係 只有這個吧 這個要用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一拳超人 暈眩抗性100% 然後呢 持續變身一分鐘 好然後CD三分鐘 然後PVP最終物傷最終魔傷 PVP最終物防最終魔防 哇 好 這邊有一個東南亞的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傑諾斯的話是冰凍抗性 變身成傑諾斯 所以 哇 全都是PVP耶 哇 真的假的 好吧 我是沒有在打PVP啦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失望 如果你有在打PVP的話 說不定這個卡片 很香 很香 然後如果是東南亞的話 他是不是有一點多啊 來我們這邊稍微翻譯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東南亞的效果 他這邊也是說暈眩抗性啦 冷卻一分 冷卻三分鐘 持續一分鐘 但是 他有另外一個東西耶 在這個靈魂狀態下 可以一擊擊倒怪物耶 哇 真的假的 但其實也還行啦 因為畢竟他說 NVP Mini 跟BOSS 跟PVP 這些都不算 等於是基本怪物都是一發擊倒 好 就是好玩而已 我覺得倒沒有說到什麼決定性的關鍵 因為 除非未來的怪物強到一個爆炸 不然就是未來是有什麼Bug之類的 不然的話呢 應該是還行的才對 然後如果是傑諾斯的話 沒有耶 變成傑諾一分鐘 這個反而 白天和夜晚效果 然後 沒有啦 就是咒卡跟夜卡 然後變成傑諾斯 這個是一模一樣 所以只有奇遇有這個特別的能力 只不過這個能力我覺得在台服 你看連我這個短攻列都可以秒殺怪物了 而且你都一樣拿到金卡 而且要拿到兩張 我覺得那個難度有那麼一點點高 這個我們可能就先當作沒有這回事 好啦 我自己覺得金卡有那麼一點點小虧 對 我覺得有點小虧 其實我覺得如果金卡的話 乾脆就全部有沒有 PVP PVP PVE 給他上去 會不會更像 好 那再來呢 是藍卡的部分 藍卡的部分他有說 卡片覺醒的羈絆屬性 點長折來到4的時候呢 就給你全身加10 8的時候 然後全身再加10 哇靠 這也太香了吧 等於是直接加到 他是不是寫錯 點長值最高可以到40 怎麼可能到那麼高 因為還有金裝 金卡 金卡部分應該也算再去 所以呢 總屬性全部提高到60 我會不會太香 能夠拿到這8張 應該就已經很香了啦 然後呢 我這邊想一件事情 他說的是 只要湊齊兩張同系列的卡片 可以變身 該不會這個東西是覺醒就可以了吧 如果放在裡面就可以這樣子玩的話 那就有看頭囉 因為不一定要放在身上嘛 對吧 那就再說 因為他說可以疊加 不知道他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說不定 我覺得應該還是 兩張卡片插在一起 不然兩張卡片沒有額外的能力的話 這金卡有點太可惜了 好再來是我們聯動難卡的部分 我們的奇遇卡片 最終PVP誤傷 哇怎麼都這些 有點可惜耶 武器跟飾品 然後傑諾斯的話呢 是盔甲跟飾品 全都是PVP誤傷減免的部分 誤傷跟 反正全都是PVP啦 不用想太多 但是應該是給他收集起來啦 因為畢竟可以抽滿8張 我們就可以全能力加20 然後戰力的龍捲的話呢 就是金卡的弱化版耶 PVP最終誤傷減免加5.3% 最大HP加21% 然後投資的話 物理吸血21% 魔法吸血21% 武器的話呢 是索尼克 最終暴擊10.5% 最負傷暴 暴傷附加21% 鞋子的話呢 是PVP魔傷減免5.3% 最大HP加21% 就這樣 欸對 好啦 那就是收集為主吧 因為以卡片而言的話 我覺得我沒什麼好裝的 就算如果要裝的話 21%的部分 我可能去裝那個 諸諾卡的部分 還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有什麼 XX屬性抵抗嘛 對不對 雖然我覺得那個效果還好 但是至少 有上去的感覺 因為PVP的話 我是完全用不到 有點可惜啦 有點可惜 但是如果你是PVP的玩家的話 這些卡片應該就是蠻香的就對了 我對PVP沒有那麼的理解 有點小虧 那今天影片就該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一次的卡片怎麼樣呢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失望啦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在打PVP的部分 如果是PVE的話 我應該就會覺得有點心動 那現在唯一要探討的就是 這個東西是不是放在卡片裡面就有呢 放在那個覺醒包裡面就有呢 如果放在覺醒裡面就有的話 那就非常非常的香 如果是要裝進去的話 那可能就真的無緣了 那最後就是這個卡片的獲得的難易度 到底是如何呢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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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